首先来看到高雄市议员选举上午进行第十选区前镇小岗区的公办证件发表会 候选人针对空污、千村、长照、托育等议题提出证件 这次共有17人要搅逐8个议员席次 其中7名的老将力拼连任 而面对来势凶秀的新秀 大家都把握机会端出证件牛肉 第十选区7位现任议员中有6位议员都出席证件发表会 他们除了细数问证成果之外 也针对空污、陆瓶、长照、托育等长期困扰和期待解决的议题提出证件 希望争取连任 绍康营区小岗的森林公园 我们未来要来争设争取长青的多工人长青中心 前镇20冰箱厂清雨之后 也希望能够有我们的长照据点 让保姆还要再多签一个约 这个签约是非常不合理 我们希望不要跌床嫁屋 直接就补助包括阿公阿嬷照顾自己的孙子都可以 政策都还没有拿到青春的计划书 大家都人形繁繁 到底要不要签 政府到底要不要签的问题 固定污染源就是我们讲的中缸中油台电 也必须要去检讨 然后所有的移动污染源就是在车辆的部分 怎么样让它去减少我们车辆的排放 还乡亲一口新鲜生存的空气 给乡亲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还有雇我们劳工安全尊严潜意为主题 至于新秀的部分 各个来头不小也都充满年轻活力的气息 提出的证件包括加速经济产业发展 增加就业机会 让年轻人返乡工作安居乐业 每个人都展现旺盛的企图心 强力的监督市府在用路的这一块安全上 可以让市民朋友在用路安全 可以多进一步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不会造就任何一个遗憾的家庭 应该要把劳减所财罚的这个罚款 全数寄注在劳权基金里面 才能够有效的照顾我们劳工朋友 另外也要让劳权的教育要下修到高中值 希望有一个好的供托政策 让我们的小朋友在花费比较少的情况之下 可以进入供托中心 或者是未来的公立幼儿园的部分 我还要争取更多的青年创业就业基金 让我们更多的北漂青年可以来到高雄 老少共学 这个我觉得在日本已经是实之有年的政策 那其实它也很适合前镇小港的居民们 前镇小港选区有重工业污染 但也有亚洲新湾区的新兴建设 代表高雄翻转成果 新秀如何展现新气象 力拼老将的问证成果 由待11月24号选民用雪票来决定 港东新闻林亭阳来长邦 采访报道